普羅價值,全民政治 My Radio,2012 每星期都會請不同的嘉賓 討論不同的社會問題 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立場 拆出不同的火花 人民力量逢星期三晚8.9 有陳偉業和你論證一小事 讓我們明確是受到大體化 第二天主題 《POWER EAR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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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青筋報宴 不評則名,只因心系香港 身體力行,隔空發高 黃毓民民到,現在和你否認政治 今晚暫時不講政治 你幹嘛出了我? 沒有錯 沒有了個美女 差一點點 還是未抱,我們還是未抱 搞得我的開場霸,我亂了大陸 原本不是這樣的 今天很齊人 一齊人就要伊善萬七彩胡瑩蜂 沒調教到 所以,我兒子一時沒有調教好 現在很舒服 不要緊,我們這些是這樣的 山寨野 其實我原本想說一件事 剛才未開麥克風前 徵詢各位意見 今晚看不看波浩? 凌晨三點 明天放假 明天放假 但我們後天要打一場很艱苦的拉布戰 大舊約我計算過 我們可以說五百個小時 如果一是開十個小時 即他要開五十天 如果不爛我們的話 而我們又夠氣說完的話 即我們根據那個修訂案 每人可以說十五分鐘 應該要解釋給網民聽 給很多朋友聽 包括泛民的議員知道 很多人未必理解 他做不做一回事 很多人未必理解 為什麼我可以說到五百個小時 因為跟這個議事的規程 和這一次立法會主席的裁定 我們就提了千多個修訂 一三零六 但是千多個修訂 有一個特色這一次的處理 就是會合併辯論 當然每投票 是會千多次個別獨立投票 通不通過 但是在那個辯論方面 主席就說 因為所有的修訂 是互相有關 基於他有關,他就裁定了安排作合併辯論 即是說你千多個修訂 大家都用一次過發言,可以表達你的意願 但立法會議事情序,你說完之後 如果有其他人說,你可以再發言 即是議員可以重複發言 而是那個規定是沒有次數限制的 但你重複發言有兩個特徵 一個是你不可以重複發言 譬如你剛剛上十五分鐘說完的東西 你這次又不可以重複內容 第二,你所說的話 要跟有關的條文是有關 譬如條文是涉及到議員的辭職之後 什麼情況之下可以豁免再選 你就不可以講民主政制抽象的觀念 講到沒有雷工那麼遠 你一定要跟有關的修訂的內容是有關的 如果主席發覺你是無關或者是重複內容的話 就可以叫你收聲 所以我跟旭文間預計 因為我們百多個修訂 都涉及到不同的範圍 那我跟旭文間可以唱一唱一和 可以回答問篇 你問我一個問題,我就可以回答 我問你一個問題,你又可以回答 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陳委業議員 那你這種豁免,如果坐牢,坐多久 那你又回答 我覺得不是這樣 有一件事我建議毓民做 毓民可以play devil advocate 魔鬼辯護士 魔鬼辯護士 因為我其中有一個修訂 如果在大陸被監禁超過一個月 被監禁一個月 議員可以豁免可以繼續參選 我叫毓民讚揚中國共產黨 不會有冤獄的 應該在那裏被監禁 不會有些不合理的情況 我最近才走了 我提供些 令到辯論有趣 我見毓民用那個角色去講 到時我又否定他的講法 變成辯論更加有趣 不,然後又可以反過來 到黃毓民問的時候 陳偉業可以做魔鬼辯護士 其實這是很多事玩的 說到魔鬼辯護士 我又可以解十五分鐘 什麼叫魔鬼辯護士 都可以 中世紀教廷的法庭 其實就是特設這件事 雖然要釘你罪 他都要找一個人 這個人是跟你 跟教廷要入罪的人辯護 所以這個人就是魔鬼辯護士 他在教義上跟你爭辯 但這個是壞人 你明白嗎 但教廷這些是假民主假正義 顯示我 這件事連共產黨都沒有 我們可以借這個例子 魔鬼辯護士 共產黨都沒有這個 我都說這個可以講十五分鐘 沒有 我們上去講 肯定就爆了 現在呢 我今天才跟助理開會的時候 我說了一句金句 那個金句就是 嗯 拉布不知道自己讀書少 哈哈哈哈 不拉布不知道自己讀書少 我今天見到老蕭 我說老蕭 給你做我的位置就發達了 你有排講 我說我很慘 我不知道講什麼 因為現在有個問題 雖然我們有千幾條 每一條我們都講的話 真的可以講幾百個小時 但問題就是 你講不講得到 因為他有一些修訂 譬如日子 減一日 兩日 三日 那你說什麼呢 這個我想的方法 我現在呼籲網民 譬如我們有一些修訂 全部是六號 譬如2012年 即是10月6號 11月6號 10月6號 那些網民幫我找我的歷史 譬如在那個月的六號 有些什麼重大的歷史 六月六號 六月六號 我告訴你 固然現在的互聯網 你Google很容易 但其實你去找Almanic 你就會找到這一類的資料 所以其實很容易 但要跟議題有關 那天找 找完那天的日子 在那裡再篩選 另外我叫人幫忙想想 特別熟悉那些術數 還有紫微斗數 或者是天之地竿 那些 你那不需要加上西洋星座 等等等等 總之任何的資料 跟那個日稅的特別關係 又跟那個選舉 或者跟香港的利益有關 譬如我今天跟老蕭說 老蕭 你那本的香港命運那本書 有什麼對的 我就可以讀 譬如我們那本五區公投 譬如說動文今天提得很好 提醒我們 五區公投義工那本書 我們就可以拿到時候拿來讀 是 還有網友可以發一些意見給我們 我們就說 我們收到市民的意見 那我現在就讀 你明白嗎 不是一定要贊成我們 反對我們也可以 反對都可以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維基百科 我打算讀文匯大公 批評我們的文章 曾玉成沒理由不讓我讀文匯大公 一讀就15分鐘 那不會讓你讀 那你如果不是 那你引述毛主席記錄 現在 毛主席記錄 現在的問題 他一定是要針對你 如果跟我修訂內容無關 他就一定是學庭來的 因為他都會受壓力的 譬如你第一二日 隨隨地 預計你兩三日 但如果開到禮拜五六日 都發現還有一段時間都沒搞定 都沒輪到你那份 那就糟糕了 你明白嗎 那他就會出氣的了 因為西環都會照過他的 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這個牽涉到真的 火燒連環旋 現在 版權條例草案 原定五月九日上立法會 現在要收回 要撤回 然後押後 那你押後到什麼時候 未了期 理由很簡單 現在五月九日一定要上梁振英國五思十四局 立法會審議 還要經過人事編制委員會 再去財委會撲錢 因為你增加了兩個副司長 再增加兩個局長 下面有那些副局長 政治助理一大堆 全部要拿錢的 你明白嗎 全部要去財委會拿錢 財委會拿錢之前 要人事編制委員會 你每度開會 你加快開會 還有如果你拉布成功 下個禮拜 整個禮拜 是不用開這個 這個禮拜 整個禮拜不用開內務會 內務會議不用開 財委會不用開 事務委員會也不用開 事務委員會也不能開 你明白嗎 所以這群泛民是飯桶來的 譬如他可能知道 是裝模糊 現在都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電台幫商台那些 就故意不說我們修訂 不能到你故意的 到時候開會 每個人都在黑暗睡 焗在那裡 這個畫面不道理 你想怎樣掩蓋 你港台和商台 怎樣去把我們冷處理都沒用 我告訴你 這個是香港破天荒 第一次立法會議員 利用議事規則 去進行抗爭大規模 只有兩個人去進行大規模的抗爭 真是開玩笑 這個真是 如果真的泛民 不要說所有23個 你有十多個願意參與 願意參與那個辯論 以及用剛才我們的模式 去不斷說話的話 你的主席真是不可以 否定他們 以及說他們不合乎 這個議事規程 是吧 因為你一個講那些內容 第二個講 第二個講 是他的意見的 是吧 所以如果多十個八個 可以參與這個辯論的話 那個拖延 真的不止五百個小時的動物 我們兩個 我自己預計 我們如果成功做到 我們應該有 以及做好些研究 我們兩個人可以 一起講五百個小時的 五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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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個輪流 一人講十五分鐘 這個會期就完蛋了 他不會讓你這樣做的 但我告訴你 一定不會 他一定想千方百計搞我們兩個 所以多些議員參與的話 他要終止你發言的機會 可能會少了 中開五十天 博文就是這樣說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先例 高鐵就未竟全工 這次做不做到 大家不知道 但如果做到一個部分的效果 其實已經很值得參與 為什麼呢 舉個例子 譬如過了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一個不覺意 五隻 嘩 那你怎麼玩 這樣就糟糕了 他現在打算修改議事規則 就講得明白 我們這次之後他就修改議事規則 如果他趕得撤 就下一波 即是我們頒權條例 他已經修改議事規則 你明白嗎 他現在一定是這樣做的 修改議事規則 即是他們都不會限制你提幾多條 因為你可以一個黨去提 又是死的 打拉布 他現在就會直接給個很大權 給個主席 可以由主席決定給不給你 你明白嗎 即是會這樣的 由主席決定給你多少條 就不是按照現在的議事規則 你符合議事規則 提出修定案 那個就可以提 他一定在議事規則委會那裏 提出建議 不過去大會分組投票 那如果泛民主派支持 泛民主派不支持 一樣過不了 好像外國有些議會一樣 這個又給個題目 泛民主派 在美國的參議院是五分三 是五分三通過可以修改議事規則 是五分三 你不要忘記 美國的參議院是五分之三 我們香港就分組投票 分組投票 如果包含街坦泛民支持的 這才是上方保劍 我們現在這個才是上方保劍 P&P是上方保劍 我們現在這個才是上方保劍 P&P是分組投票會刮 我提修定案打拉布 就真的是上方保劍 現在如果我們試完這一波是靈的話 至少我們小勝一仗 就是因為前面有13006條 關於這個立法會條例草案的修定案 我們提的 那才會令到他收回5月9日的版權 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有個問題問 玉文倫大舊 那麼多條議案 你估計在中聯辦來說 哪個是priority 當然是5C14局 為什麼呢 新政府7月1號上場 沒有了5C14局 那就是什麼 因為你這個所謂替補方案 這個立法會修訂條例 已經沒有什麼牙的了 現在剩下那個最後稿 你議員辭職 不讓你那個議員六個月內再補選 那基本上如果你 他現在擔心你這一屆會有人搞五區公投 或者搞公投 隨便有一個主要級議會的議席 但是沒有這個可能性 這個可能性很低 那超級議會我們都不會參與 基本上沒有可能 但是如果在這個 梁振英這個新的政治的制度之下 之後是哪一條呢 網絡23條一定是 還是那個 一定是看補方案的 一定是看補方案 然後網絡23條 那個是他覺得沒什麼大害的 你明白嗎 他覺得沒什麼大害的 不過真的 可以過到骨就過 過不到骨就過 這個就是 老實說 昨天他們去抄水示威 都沒有用 前面政黨的網民去了哪裡呢 新民主同盟 是不是 公民黨民協都出來抄水 真是噁心得不堪這班人 最初是要支持這個修訂 是不是 這班真是戰種來的 真是說著說 你看看昨天的畫面 多黑人真 那個樣子 新民主同盟 民協 公民黨 民主黨沒有參加 公民黨支持 新民主同盟 好像開始的時候沒有說支持 不是 公民黨也是支持 公民黨支持 公民黨也是支持這個反見條例 只不過看到一些人反彈這麼大 然後轉態就賣了湯家驊 湯家驊是被他們出賣的 所以湯家驊說到哭 但又不肯退黨 因為要選 為了大局 真是淒涼的難為他 六十多歲的人 湯家驊最後不退黨 可能是中聯辦的意思 叫他不要退的 這麼重要的位置 沒有可能讓他退 所以這個就是 香港歷史上 立法機關 立法史上 一個最重要的 我覺得 這一仗 我和大局 這一仗打完之後 我們兩個都可以收工 都無愧的 老實說 其實可以從這個事例 可以顯示到 給香港市民知道 在議會裡面 其實有各種方法 可以跟政府抗衡 譬如如果泛民團結一致 用拖延的手段 用修訂的形式 去阻礙政府的法例和政策 的通過的話 日後政府 有一些明知泛民有強烈意見的 就不敢強硬來 是不是 喂 他每次都很容易 用一些威力 用一些武力 強姦了你的 你每次很順去意 給他強姦 是不是 那不就繼續強姦你 很簡單 其實這次的事例 很特殊 就是你撞政立法會選舉 你平時的兩三年 其實我都不是的 如果你整個泛民 二十多人團結一致 去這樣修訂的話 他真的很煩 每次阻礙你三四天 你不單是政府覺得煩 你的保皇黨要捍衛你 或者幫你政府要通過 他都要付出代價 因為過去這麼多年 保皇黨支持政府通過的法例 無需付出什麼代價 如果我們要逼他 你要坐在這裏 乖乖地 三日三夜 聽我們講話 保皇黨都跟政府說 不要那麼煩了 你先搞定那些泛民 他們不會這麼說 他們是修改議事規則 算了 你修改議事規則 泛民不通過 你修改不了 所以如果泛民 真的肯用些少的精力 用些少的思維 用些少的想像力 去挑戰這個政府的話 不會二十幾年來 香港整個民生 整個政治 原地踏步 反而是倒退 如果我們成功 他們就很淒涼 他以後只要學 就是學我們 不做 就好養衰 他可以更激一點 他可以更激 我們提千激 可以提一萬個 他可以提一萬個 他只要做這些 你都不行 就沒有了我們兄弟 大哥 阿哥 他經常說道德高地 就讓道德高地站 他認為我們搞事 什麼道德高地 一會兒叫B仔 播我在內會那段 是不是 個個都被罵了 你明明可以做 你又不做 我就說 大家乖乖地開會 乖乖地開會 我一定會搞你留會 不是 所以陳淑莊也很不陷 我那天聽他在 這個人很垃圾 我那天聽他 不知道在商台還是港台說 他說這樣是沒有用的 你做議員做什麼 小小的反對力量 去阻礙他 某些事情 你都說沒有用 那你不要做議員 你不要做反對派 你不如做保皇黨 所以陳淑莊我真的對他很失望 他是余若薇的 那個光環底下 他才有立法會議員做 那麼多立法會議員 議政的水平最差就是他 那天說全民投票 高民投票 他就說 每個人一起投票 什麼高民投票 都不懂什麼叫直接民主 那你搞什麼 是吧 即是根本水平低 喂 李慧琼比他好 他跟陳克勤就不相上下 陳克勤仔也好他一點點 起碼有些地區 如果你沒有余若薇這個光環 他連做一個議員的條件都沒有 我告訴你 是很垃圾 以後就是禁止 整個議事豁免就叫做很厲害 我們打拉布說沒有用 沒有用啊 政府裙拉腹掉了 現在火燒連環船都沒有用 即是好像昨天遊行 會不會說我們就給他credit 我們當然不會 喂 我們 阿袁媚明 萬必說那些東西 報紙會不會登啊 是不是 在那個集會裡面呼籲些人 喂 叫泛民打拉布啊幫忙 是不是 有沒有報紙燈啊 大哥 有沒有給人民的力量啊 沒有啦當然 誰做啊 只有我們兩個在這裡做 人家外國打拉布 那些反對派有功有手 有人在後面 你明白嗎 有人接力 現在我們兩個講到聲勢力竭 隨便一個躺下後面那個 不要躺起 慢慢慢慢慢慢 大佬你已經上頭了 大佬要講五百個小時啊 大佬要講五百個小時啊 大佬就大佬要接 大佬睡死 大佬要再抬因為別人抬尾就是我接 對你來說 Thor 所以好看啦 胡 achter förber so不要 tão發急 好 有五百個小時來講呢 嘖嘍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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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嘍 ó 你可以說潮州話 自己翻譯 主席 今天這個立法會 條例 草案 耳毒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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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力量 翻譯 代表 廣大的香港市民 同胞 老百姓 人民 非常 非常 分開 所以 我們 要提出 一千 三百 零 六條 我們 我們 要說一首詩 串串山河串串金 如果 如果做節目可以這樣做就好 時間過得很快 真的不用太痛苦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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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個小時 尤其 尤其 沒有辦法 這一點 他真的不敢 黃議員 說快一點 說快一點 什麼意思 真是好玩 你也別說 想想想 不是條條 自己都死了 自己睡著了 自我催眠 自己都死了 但是我們現在呼籲大家 你上網看 我們提出修訂 大家提供給我們 講話的內容 大哥 你說一說 很多的 動文那些 很多是詞句的修訂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拿著詞圈 拿著康熙字典 拿著那些去講 那些有七十幾個 是字眼的修訂 那些要考國學 國學功夫 還有要讀聖經 是的 但是你修訂的字 怎麼讀聖經 我當然有辦法讀聖經 那時候你教我怎麼讀 我真的 我那些 有些內容 很多是日期 很多是日期 日期大家幫忙想 那些日期有什麼重要性 隔幾多日 有什麼特別理由 還有一些術數的關係 那些大家可以幫忙想 那另外一些的修訂 就是有關那個議員 就是人數的辭職 那譬如35個直選議員辭職 那究竟那個社會 或者政治的 就是重要性在哪一處 那大家可以講 34個 35 33個到1個 那數下來 就是每一個數字都可以講 那譬如我們想一個方法就是 咦 我新界西 東西加起來 那剛剛18個人辭職 那剛剛18個人辭職 可能代表新界東西的議員總辭 當然有些重要性在那裡 你沒理由不讓那些議員集體 一個區裡面的議員集體辭職 你沒理由不讓他們重選 那譬如嘉蘭想到一招就是 哇 你一個議員被人謀殺 另外34個議員辭職 你沒理由不讓他們再選 就是類似這樣的例子 想一些誇張的例子 這樣就可以講 就是一個議員被殺 那三十幾個議員就抗議政治暴力 那由政治暴力 我們講起公民抗命 就是非暴力就會遇到暴力 那間就有講兩個小時了 還有可以重複講的 譬如我還沒講完那15分鐘 我現在舉個例子 譬如大家準備一些議會暴力 街頭的暴力 政治暴力 和平理性 非暴力 准講粗口那些 你準備所有典故 故事 你明白嗎 給我們講 你明白嗎 即是 多些 我們就 禮拜三開始 我們在立法會 我們兩個人的辦公室 就會坐了三十幾人在 那這三十幾人做什麼呢 那我們就用一部iPad 一邊扔東西進來 另外扔一些hard copy進來 這樣的 你明白嗎 有些人會提我們 你明白嗎 勇文不要暈眩暈 暈間還有兩條而已 你明白嗎 如果說勇文 喂 怎麼不夠人 舉手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吃個餅 就這樣 所以這個是隨機應變 我們有四十人 三十幾四十人 我們動員 就在我和大革的辦公室 這一場 就是一場 議會抗爭最經典 香港有史以來 喂 今次是第一禍 第二禍 叫做 版權條例 不過我猜今年都不能做 等下一屆 所以這次的辯論 不是我和邱文兩個人參與的辯論 是全世界的網民 包括英美加澳樓 很多網民 很多有國學水平 當然最好 通過互聯網 大家可以傳來我們的Facebook 我就打開那部iPad OK 你比如想到有些什麼 傳過來 我們就即場可以做 要大家合作 所以在這裡 講到這裡 我就一定要多謝各位 星期一我在這裡吹雞 說我們要就這個版權條例 提出這個修訂案 打拉布 叫大家提供 我們網友提供給我們的修訂案 我們採用的都相當多 幾百個 不是 百幾二百個 即是 我們星期一吹雞 星期五截止 星期四我都已經收齊了這些修訂案 可見呢 在虛擬世界裡 都有很多實質的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這樣吹雞 然後網民 四方八面就把那些修訂案對過來 有個網民總共提出一個組合 可以給我們一萬二千個修訂 我們沒有採用的 一萬二千個現在要入 其實不是我們不想採用 而是不夠時間做 不夠時間做 因為只有幾天時間 另外一些修訂 就是講國家 即是如果下列這十五個國家 即是有議員被監禁超過一個月 而遲了職的話 其後又放回 我們覺得他可以重選 這些國家包括 古巴 朝鮮 伊朗 江國 也門 緬甸 越南 津巴布韋 敘利亞 阿爾及利亞 約旦 蘇丹 巴林 阿曼 蘇丹 如果這些國家 大家熟悉他們的政治 不是 只是講他們的政治發展 就已經夠了 其實我們開頭是講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實那裡都已經有很久了 有很久了 即是你提供 譬如現在你唱維基百科 在哪裏都好 我們沒有時間去找 大家幫忙 然後傳過來 OK 當時一度講到國家這一範的時候 還有有些在那個國家住 或者熟悉那個國家 可以給我們一些實例 我們可以多講一次 我們先講一個國家的歷史 講一個政治架構 接著那15分鐘 我們就可以講一些案例 即是可以15分鐘又15分鐘又15分鐘 都是講那個國家的 即是重複辯論 這個有一個 即是拍併辯論有一個好處 我可以就這個重複發言 發言 即是我不重複的內容 跟那個議案有關 譬如我講這個古巴共和國 咦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是不是 為什麼有關呢 那我可以講多少少不同的案例的話 又講完捷古華拉 捷古華拉 不是 捷古華拉 不知道 主席可以裁決 你說跟這個意願無關 我講古巴 不講捷古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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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這麼一點 另外就是病 因為有很多病 即是你的語言 那個議員 當初發覺自己有病 那就辭職了 然後你說六個月之內不允許他去補選 但是他剛剛提名的時候 他發覺原來是個醫生判錯症的 搞錯的 原來他沒有病 說我有肝癌 其實我是肝炎 這麼刁鎮的事都可以想到 喂 喂 這個十幾個病啊 有乳癌啊 不關我的事 所以你真的要佩服 我們真的不是開玩笑 喂 都說了 那些立法會秘書處 很討厭我們的 因為他真的是那個work road 然後他都覺得 喂 你們真是好 這樣都被你想到 又不要違反議事規則 找不到議事規則來刮 你說不修理這些 你明白嗎 即是那套好東西 所以這件事真的不是開玩笑 最初他以為我們在這裏 暗間去年七月我們說有千多條 那時候做好了 做好了 還有 你們這些民主派要服 是不是 你們這些混蛋不做事 你要服 整條條例草案收定只有三行字 我們可以做一千三百零六條 收定 三行字 新校日期 是吧 一學一個course 三行的 是不是 三行的 所以版權條例草案 我們可以做萬二條 那道理就是因為它是一本書仔 我不是只是說二次創作那裏 那裏 成本書仔 大哥 我只是改文字都可以提五千條 反覆 所以大家幫幫忙 還有 剛才我們提到那些 大家盡量想到的東西 你可以送過來 一定是對的 OK 譬如說 講到 我們要 其中一個收定 就是我們可以補錢給他 補那個補算的經費給他 有各種不同的 那些人說我們是浪費公帑 那大家就找一些 目前香港政府浪費公帑的例子 就可以了 是吧 那又是可以說的 浪費公帑 你說我們花一億多浪費公帑 一億多可以去醫院 公公 不是有些混蛋說這些 包括民主派 好了 其實一億多 就養那些廢物 夠浪費公帑 大家可以這些例子 觸類旁通 你提供給我們 你明白嗎 休息一會 首先呢 我就要 向我們被輸責的同事 表示歉意先 因為這個是一個議會抗爭 我扔招你又不喜歡 又說我粗魯 我講話大聲點 你又說我講粗口 又要趴我走 是不是 跟著你事務委員會主席 都有權趴我走 是不是 我們搞這些所謂議會的 肢體抗爭是輕微到不得了的了 一個這麼保守的社會 一個這麼消極退縮的民主派 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我是利用議事規則 給我們的權力 我要用盡千方百計 想到頭都大了 量千幾條修訂出來 你應該說我厲害了 講講 大家辛苦些 一起開會 記得開會 我一定要來劉會的 不是 我們做事 是講明的 講明就不算整股的了 是不是 這個也是做個板 給其他那些議員看下 你是可以這樣做的 不是每次舉手 贊成反對 或者棄權的 這個是我們的天職來的 很簡單 是不是 亦都告訴公眾聽 我們不是說 作為民主派我只有23票 投票我輸給保皇黨 投票我們都是輸的了 那不要做了 大哥 是不是 你都希望有一天 你溝淡 你這個超級議席 你將民綱又 拿五席 你們民主黨 拿完 那就溝淡它消滅 功能組別 那就可以照你的意思來做事了 對不對 等到我骨頭打鼓都沒有了 大哥 是議事規則容許的範圍 還有秘書處或者大主席 看過我們沒有違反議事規則才行 我沒有得強行來的 各位 每一條修訂案提出 都是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 不能如願 不能違反 你可以禁我 所以我首先 要跟秘書處的同事道歉 因為我們 即是說要打拉布 所以令到大家的工作很繁重 我首先要向大家道歉 但是 這是我們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在現階段這種情況之一 當然可以做的事來的 我們不會做那些先提P&P 接著不信任動議 接著再來一個彈劾動議 接著他已經下班了 六月 大哥 兩個多月前謝偉俊提你不支持 現在你二十個民主霸權 那些是路人皆見的 大哥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不做 我現在要做 我是按照議事規則來做的 各位 所以我呢 只是覺得 對秘書處的同事來說 真是慢慢想不到 整完這宗千多個修訂 接著五月九日又有千多個修訂 我們昨天開了兩天通宵 中英文本都有 六點半 這千多條修訂 就會送去秘書處 所以我在這裏 要代表我們人民力量 和我們的同事 向大家表示協議 這個是我們無可奈何 我們沒有第二個辦法 而且這個會期 還有兩三個月就結束了 我們盡我所能 我選不選都未止 轟轟烈烈 吵多鋪 不好意思 現在應該是黃毓民議員 不想 現在不是舉手 不想 黃毓民議員 我當然是反對你這個提議 那一分鐘不用響 我們一定是反對的 堅決反對 我希望 如果你老人家會考慮直選 更加不應該做這些事 就是我們提出 現在每個都按我們的拍子來跳舞 你不去遵守議事規則 捍衛議事規則 捍衛議會的尊嚴 然後 當作這些計劃 用多數的暴力 今天內會投票決定 取消那一分鐘響鐘 這是多數暴力 知不知 這種做法是遺臭萬年 我告訴你 記者在這裏 即是說 你要對付我們 現在的議事規則 如果剛才我剛才說 我違反議事規則 我違反議事規則 我啦 我做得的 都要先方百計 你去阻難我們 我和陳偉業提出這個 所謂千多條修訂 是有理由的 我們兩個都是五區公投 的參與者 包括長毛都是 我不知道公民黨那些怎麼看 起碼我們這裏三個 就一定是為這條所謂替死方案 我們是要誓死和他鬥到底 更何方我們有人為了這樣判坐牢 大家要明白 不是我們要搞事 你搬佩求反感 我對你的言論更反感 你回家睡覺做什麼議員 這是議員的天職 你不做 什麼反感 你說反感 理由給我聽 反感 多數暴力加在少數人身上 你不反感 你是多數暴力的其中一分之 你反什麼是這樣 兩制講反感 第一次講我都有理 反感 什麼那麼反感 這班都被反感 在彩道 他要做的 我的助理都被反感 開三晚通宵 他認為是正義的 他就做了 我是堅決反對 和陳偉業一樣記錄在外 譴責你的內會主席 多謝譴責 主席 主席 我覺得很明顯 你那個提議 就很有爭論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硬要在這裡 斜去投票 然後 其實一定又要拿去給大會 大會 剛才也都說了 分組投票 是不是 所以我想 如果要硬去 我推三澄清了好多次 我是提出來給大家討論 沒有人去倡議 沒有人說要投票 沒有人說要強行推行 好嗎 那你不提 我怕你講一下 你以為你自己會相信了是真實的事 這不是真實的事 我提出來給大家討論 我就是知道 不是真實的事 但是你當真 你又跟記者說 那些記者又問我 就當是 喂 待會是否取消那個 通過取消那個一分鐘響鐘 你明白嗎 那些記者錯了 我告訴他們 是 多謝你剛才澄清 對不對 但是不適當 你提出來也不適當 說完了是不是 說完 說完 好 謝偉俊議員 因為我們的核心價值 天下最核心的核心價值 她想說些甚麼 我都聽不懂 不想只是說句語無論詞 不如同星期二等十點 聽我們的新界最前線吧 新東版主持有 萬必欣申港 貌謝 新西版主持有 物業成 李慧賢 一同東西法令個半鐘 唱歌 華盛雅 韓國 星藥福傑 始終無反告 四面受敬 反見反告 POWER TO THE PEOPLE 貫治聲勢力竭 POWER TO THE PEOPLE 繼續青筋暴宴 POWER TO THE PEOPLE 不平則名,只因心系香港 POWER TO THE PEOPLE 身體力行,隔空發功 黃毓民民道,現在和你否釋直戰 POWER TO THE PEOPLE 剛才我們看過過場休息時的片段 我覺得那些片段比我們更好看 因為我們要做節目 哈哈哈哈 不是說我們內容 而是人的表情 我們做不到 我叫他回家睡覺 他不想睡覺 不想回家睡覺 你們在立法會裏面有時候 這些內會 內會不是正式的辯論 而大家講意見 他們那個真面孔 是顯露出來的 平時在立法會辯論的時候 他們的稿寫好稿 有時候很假的 但這些即時的回應 他們的本質是表露無遺 所以其實這些片段 如果串起上來 都可以有一場很精彩的 現在我找人在剪 起碼 好看過我們晚上看TVV 做一點點字幕 就笑到很低 很好笑的 好看過電視劇 有很多的 現在檢查一下 嘩 好像是過千條片 你知道嗎 是過千條的 有很多的 我們這一節要講一講 第一 5月12日 《媽媽聲愛利》 《香港人網主任》 這個Show 還有一些中價票 還沒賣完 希望大家幫幫忙 或者你買來送給朋友看也好 這個Show 是老蕭精心製作的 是群戲來的 有老蕭 有袁媚明 有萬必 大堆人 還有小弟 小弟是做了一部分的 但是是一個群戲 很好看的 媽媽聲愛你 第二天就是母親節 慶祝母親節 大家也可以帶個母親來看 不過告訴他 可能有些不適合18歲以下 聽的內容而已 母親就無所謂 媽媽聲愛你 5月12日 在新醫館 因為那裡有三千幾個座位 現在大部分 二百三元 最貴的飛馬山 其實我們這次的門勸 價錢是很低的 比其他的Talk Show 相對是偏低的 因為我們不是要賺錢的 我們等於是做宣傳 還有介紹一下我們一些 年輕的朋友出場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支持人網 支持人民力量的朋友 因為我們不像以前的那些市場 我們自己的票在手 然後我們自己可以 找人去包銷 你要直接成事電腦售票網買 或者你上網購買的 可以選擇位的 大家就幫幫忙 或者可以買多些 有些朋友要的 你幫他們買都可以 如果有些人需要 我們幫你買都可以 希望大家盡量 還有因為我們太多事情做 這一輪真是忙到不堪 所以忽略了這個Show 要推票 因為我們沒有登廣告 只是靠在網上 那時候我們六七百人的Show 只是核心支持者 就已經爆了 你現在說成三千多票 就真的需要推一下 所以希望大家幫忙推一推 不過不要緊 我們虧本都照做 這是一個宣傳來的 因為在新醫館做的成本又高很多 現在是做一個這樣的Show 只有幾十萬的 所以大家幫幫忙 第二就是 我們九東的辦事處 黃毓民、黃陽達聯合辦事處 明天下午兩點 吉時正式開張 兩隻大宵處 武師 大家早一點到 最好一點點鐘 就可以到了 在黃大仙飛鳳街 大家上網可以看到地址 那裡其實很容易找的 在街市那裡而已 很短的 那條街是十分短的 那時候我幫他們助選的時候 我在那一大都去過一輪 派單張啊 坐架車遊街啊 阿達和我的聯合辦事處 就在那裡 現在 連觀塘那個瑞和街辦事處 因為我們那時候招牌未做好 現在都是黃毓民、黃陽達 商網聯合辦事處 那我殺到下九東的原因呢 就是 我現在不排除去九東選的嘛 是不是 就是這樣了 不排除去九東選的 你可以分身選嗎 不是 那我們再讀 因為現在時間還有這麼長 是不是 因為我們九東 其實我九東的人物 是強過九西的 所以 當年社民營時代 那個 廢格遜 我們都是給他去九東選 是不是 那他這次也是去九東選的 那大家競爭一下 挺好 是不是 就是 有競爭才有進步 是不是 所以我們就 那個辦事處 就明天開張的了 大家來捧場 那我們迫爆那條飛鳳街 因為那條街是很小的 那那個是一個地方 地方很小 但是呢 我們弄了一個招牌 大家上網都看到了 很搶眼 很搶眼的 多一個這樣的作用 那當然 那裏我們會有些義工在這裏做事的 那裏呢 可以上去慈政村 慈雲山 周圍 鳳凰新村 黃大仙 因為這個區 在九東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區 雖然是紅區 整個九東都是紅區 大部份被赤化的 大部份被赤化的 但是 我們都在那裏 動之旗在這裏 你明白嗎 所以希望大家 尤其住在黃大仙 鳳凰新村 那些朋友 慈雲山那些 下來吃燒肉 OK 不要客氣 吃完燒肉之後 填張錶做義工 如果有些義工朋友 不是在九東住 有些親戚朋友 在那裏住 到時就帶他過來 是 大家見一下面 打一下氣 有時候這些 拉一下拉一下 真的很大關係 因為真的要靠這樣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 你明白嗎 我們要在這裏開辦事處 我們都要幫九東的市民服務 親自見到黃毓民 咦 那些人原來這麼和愛可親 經常見你的電視 嘩 經常罵人 兇神惡殺 我們在那裏播片 要播一下黃毓民 但那些片 就播了我的片 最近一樣 現在不是最重要 阿毓民是人認識 黃毓民還不是 那些人覺得阿毓民是兇神惡殺 有些街坊 在身體見到我也是 跟我聊天 就說 但你親人和愛很多 你上電視 當然是播我們罵人 即是被人趕走 我今天陪我老婆去看醫生 那醫生才說 她說 阿毓民你 爆血管救她 中風小心 叫阿達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叫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們不斷 即是說成了面紅衫 兩兄弟一蛋包 哈哈 現在真是糟糕 但我現在的心情很突然 我覺得這個拉布戰 這十天八天 如果被我們捱過的話 我真的想想想 選不選都沒有所謂 我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 在議會裏面 四年可以搞這麼多事情 即是我覺得我歷史任務 即是做人 你怎樣也要幫老蕭補回三席 大哥 即是你要做人 這個歷史任務 即是在歷史上人 即是你知道進退 即是你知道進退 即是進退 我四年做一任 我搞到你天翻地覆 是嗎 彈開風氣不為師 這個 即是這樣做一個句號 我覺得漂亮得不得了 然後我做其他事情 我覺得 即是內閣現在後繼無人 不是 你有個完整的句號 有個完整的句號 只要三五個 喂 你說那些人生性 這個位置有人頂的 譬如說 生性一點 那些契弟 喂 契弟 契弟是不會生性的 契弟永遠都是契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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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生性的 那就沒辦法 生性一點 我們應該可以收工 大哥 即是一個完美的句號 給你後起者 你要學就學 不學就不學 是嗎 人呢 你不可以改變世界 不要說這個世界 沒有了誰不可以 記住這件事 這個世界 不要說沒有誰不可以 沒有誰都可以 世界和地球都是在轉 是嗎 但問題作為自己 向自己本身的歷史 有一個交代的話 就是你很完整的 你做完所有的事情 然後不要留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看保態稅收尾就知道 現在就是 你想想2005年 他當時做特首的時候 嘩 意氣風發 去到七成 嘩 意氣風發 很多人對他有期待 這個連香港人都騙了 當時以為 廣州總建華 拒傷又會好 誰知道 嘩 真是慘 你是公務員 這幾個月才出事 今天報紙說 他去中南美訪問 開支 是馬英九的九倍 這個就是前兩天 我在立法會的時候 有些記者圍著我的時候 我在聊天的時候 我說 你們去檢查馬英九 去中南美訪問 花多少錢 我說擔保 少過曾蔭權很多 一方面就是馬英九很接見 即是很節儉 另外一方面就是 他真的是鼓吹青年 你比較一下 不會有意外的 一定不會馬英九住酒店 貴貴貴的 這個爭培 哇 圍著其他記者不聰明 明報那個聰明 就去做 我們做完之後 開記者會還反了 九倍 是啊 明報是要做的 哈哈 這個是我那天提的 和記者圍著在提的 我說你慘了就夠了 即明報有沒有出你的訪問 不會啊 我給他一個牽示 有沒有必要出我的訪問 他做得到我也很高興 所以明報很混蛋 沒有名字是啟示 劉進途都很混蛋 張健波都很混蛋 現在劉進途就中了總編輯 天天就拆梁振英鞋 但是那些記者 他們真的有做事嘛 要高度贊成記者 不會因為動物體而不做 我們要分開的 分開來處理的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 臨後來 所以一個人 我經常說一句 上台應念下台事 演戲就莫如漢氣好 一個政治人物 最重要是知道盡退 什麼時候是盡 盡就義無反顧 打死罷就上帝保佑 退的時候 吉樓就勇退 說走就走 說走就走 說不算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經常都是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考驗 譬如我們現在是淒涼的 你明白嗎 我們現在是淒涼的 淒涼的地方 就是我和大舊這兩個老爺 你如果說 現在攤出來的牌 不就是個個都可以選的 那真的要收工 是要讓人去的 譬如我們如果有民主黨的基礎 我們神祖 就已經下來了 大佬 怎麼會現在新西 還有何俊仁、李永達、李卓人、梁耀忠 對嗎 那些什麼尹兆堅、黃潤達 神祖已經上去了 張賢登 神祖已經上去了 你的黨氣勢如虹的時候 有個想法就是 他們不行 是我才行 就是這樣 是不是 一去到四十歲左右 就可以做得了 你說三十出頭都更危險 神祖,一分分鐘跟你反袋 做完之後 是不是 那都無所謂了 那起碼就做了 是不是 你讓他做到 神祖都才跟你反袋 是不是 三十多歲那些很危險 其實都 現在對著黃油達 我都害怕的 不過沒有了 現在是一往無前 幸好你提了他的名字 不是 那些人就亂猜 他喜歡猜都可以 有些是混蛋 有些是會反你桌 陶君行更混蛋 就快五十歲都反你桌 是不是 陶君行那種反袋 就跟其他那些不同 譬如其他那些 可能是政治路線不同 或者是爭愛人 搞我 他不是的 他是生肥人 然後ICC 就我這樣來搞 這些是 這些叫什麼 這些叫什麼 這些在江湖是要殺的 你知道嗎 現在江湖 江湖規矩 殺當然不是殺死他 等於我們 等於我們 有些主席都說 什麼 什麼 主席說什麼 那句什麼 那句叫什麼 哪個主席 這麼多主席 我們那個肥仔主席 我們肥仔主席 有很多證據 我們肥仔主席最近的聲明 有些人說 什麼 假殺物論 假殺物論 我看了 他究竟是怎麼解 那個是一個形容詞 他不是真是傻 如果你的執事說話 我就嚴禮處知 假殺物 沒得談 那個是所謂的 是比喻式 是 所以 有時想想想 真是 但是 翁文你說的這個問題 也想問 大舊和翁文 其實 為何香港訓練政治人才 這麼艱難 你是第一個 一個氛圍 第二就是 因為我的政治制度 是不是 你譬如 就算台灣也好 就算他的反對黨 鬥爭很厲害也好 其實 其實大家對於黨爭 人事的紛爭 又不需要 將它放大得這麼厲害 因為第一 人性本身就很惡劣 如果你從政的人 沒有權力欲望 你又不適宜從政 但是你有權力欲 但是權力欲的宣洩 是要有一些比較合理的制度 還有有一些宣洩的渠道 你明白嗎 還有你在一個黨裡面 就算不同的派系 它可以平等地存在 然後互相競爭 人家一定是這樣 一樣是以而我詐 你放大到不同的黨 那鬥爭都是以而我詐 甚至會用一些卑鄙的手段 是不是 因為政治就是這樣的 你為了奪取權力 或者保持權力 他一定是用一種最卑鄙 最髒的手段 是不是 但是這種最卑鄙 最髒的手段 他第一 不能違法 違法 你被人發現 就掃出法律 是不是 就等於你 尼克遜 你走去那間水門大廈 偷聽別人的事 那被人揭發 你就下台了 很簡單 你一定會做的 這個有法律的規範 另外一方面 就是道德的弱制 是不是 道德的弱制 那你政治人物的操手有問題 你是要自動下台的 他自然有個機制 你就要下台 不是好像我們的政治人物 那樣厚著臉皮 繼續巴著毛坑 拉屎的 好了 一個自己的黨裡面 會有派系鬥爭 但是他去到最後 就一定是槍口一次對外 你好像民進黨那樣 每次選舉 其間提名的時候 就打餐飽 互相攻擊 抹黑什麼都來的 是不是 跟我們現在差不多 比我們更厲害 厲害九倍 比我們現在這些 我們這些是濕濕碎的 是不是 但是到他一正式啟動 就是說 那個名單一確定之後 他所有的人去助選 複選 譬如說我為你陳偉業 我和你陳偉業 敵對的不同的派系 但是當我們要出去選的時候 我是義無反顧 我輸了給你在黨內初選 我義無反顧支持你去參選 那道理很簡單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其實他很討厭陳偉業 但是他都要這樣做 因為你這樣做之後 到時候 反過來 別人都是這樣做的 你明白嗎 你的黨如果分崩離職 在選舉裡面 你哪有得贏 你贏了 又再鬥過 贏了又再鬥過 人家是這樣的 但我們香港政治 包括政黨 或者包括幣組織 以前那個組織 在內 那些人的水平太低 還有另一個大的問題 就是香港的政黨和香港的選舉 基本上你沒有可能執政 你在外國 就算你在台灣 有其他地方也好 你參與那個選舉 就算你反對黨也好 你有機會執政 你一執政的話 你參與助選的人 是有機會 因為黨執政 而有機會拿到某些席位 而可以進入政府 所以其他人要團結 和要去做事 他本身可能因為這個參與和支持 最後會有政治的得益和回報 但香港的反對派來說 完全沒有 除非你支持梁振英那些就有 但你在反對派的陣營裡面 永遠是不會做到游泳 第二 就是有關這個 反對派裡面也好 他有其他方面的勢力 用來游泳你 勸你 給你利益 令到你的內部分化 你因為參與的分化 和能夠令到黨分化 你可能做游泳更大的 所以你們兩個一比較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香港反對派的力量 這麼多年來沒得發展 就是剛才我講的兩個因素 還有他的鬥爭的水平太低 反對派是容易分裂的 激進派最容易分裂的 是必然的 很多時候這種分裂 就是由於人的性格 就令到他分裂的 但是他 人家分裂 那種分裂 分裂之後可能會有新生力量 是進步的 但是香港的反對派分裂 就是向下沉淪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其實也不關那些人事 是整個政治的氛圍 現在這個制度 包括大球港那些理由 是不是 你老實說 就變成了流於意氣之爭 是不是 那些是意氣有些是利益的 那些背後的人過水的 那些利益那些就不用開名了 不要開名了 我知道 但是 但是 意氣多些 那些意氣多些 就是 那些大班那天才有說 他們說 那些八十後不能罵 我現在才知道 我神草已經罵了東西了 是不是 他現在才愚夢初醒 他都不是罵 他不是罵 他不是罵 但是他都知道 你都沒見過那些罵人 那就是 梁錦松 梁錦松 他曾經打過他的功 是不是 不過他就不會罵 那些阿祥 我知道 他不是 我平心而論 我也有聽過那段 他 他的動機不是罵 大班說話 不過客觀上 他做不做這個效果 就是另一回事 剛才所說的 都沒解釋一個問題 就是普遍政治的論述水平 你剛才所說 是 拉布方之讀書少 那回到你 又被八十後 罵你這件事 鼓吹讀書 拉布方之讀書少 為什麼呢 我們剛才在五樓開會 不是我們自己的十樓開完會之後 我們到五樓吃東西 所有的座位坐下 我們又談一次 談的時候 說到微非認識 大哥說 原來可以說天干地支 那你今天天干地支 就是什麼都不懂 接著又說《易經》 這個修訂案 我們現在這個拉布 就是《易經》所說的 天行見君子 而遲及不適 又說他十五分鐘 就是 譬如說 我解一個和字和和字的分別 和和與與及 這些分別 在字眼中 為什麼我要改這個字 為什麼和和 又和及 要改成與字呢 是不是 這樣又可以解餐夢 拿一本說文解字 香港的學生 經常寫錯與及 是與及 不是與及 不是與及的 是與及 可以的意 所以 很多時候 他們無所謂的 不求甚計的 出個海報也有九十幾個白字 邀請就變激請 也有 喂 法律怎麼可以有白字呢 所以 所以現在問題 我那天還好笑 我有一個長期的湧蹬 就經常都寫法律的解釋 解釋基本法條文 那些送入給我的 他最近呢 就看到這個 就是 考評局 有份考卷通識 考卷很有問題 就講一些政黨排名 然後給你這個資料 然後叫你 回答香港政黨政治 然後學生 就回答到 我不可以說支持黃毓民 人民力量 待會這樣排那麼低 要不如扣我分 這樣嗎 你明白嗎 那麼他呢 這個都尚屬其次 你整個考卷 是有一個政治的傾向 這裡尚屬 他是個文法 狗皮不通 那個考卷錯流百出 百字連篇 接著他幫他騰寫 改了錯詞 改了那個語法之後 騰寫一篇 整整齊齊 好像打字那樣的一篇 那我就印了 教育事務委員會 給考評局 放在網上 放在網上 我現在還在跟進 但是現在不能問 簡單說一句 考評局不合格 是啊 休息一會 好 我們現在就準備提交 差不多一千四百條修定案 就是這個 版權條例草案 叫修定案 我們人民的兩位議員 陳偉業和我 總共加上 超過一千四百條 陳偉業有多少 一千六 一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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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處就說他需要三個禮拜四個禮拜 去處理我們手上的版權條例修訂 要三、四個禮拜處理 然後才在大會裏面再二讀 我們到時有第二場的拉布戰 現在由於我們那個反蒂浦機制的戰役 可以說贏了第一場 現在5月2號就如期二讀 不過我們在5月2號那天 就有千多條修訂案 預計最省時間都好 都要四、五天最少 四、五天的意思就是 其中有三天是為了挑決的 就是兩鐘 另外的時間就是我們兩個人 可以有多長期說幾多話 我希望最好打一個禮拜 甚至十天拉布完那些人都散了為止 我們都散了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在議會上的一個抗爭 就是示範給那些犯團看 就是他們不做的事情 我們做給你看 其實我今天跟一個記者說 我都可以下班了 因為我在做前來節目的時候 經常鼓勵、苦吹那些泛民主派的議員 在議會裡面搞抗爭 搞肢體抗爭 以及用議事規則 在議事規則範圍下 去搞一個程序的抗爭 提修訂案 坦貪他的議事程序 不斷提供各自動議 一次俗 你又要做這些事情 我們說了很多年 我做了議員之後 第一個叫總辭 公投 結果我們實現了 五區公投 我們在議會裡面訂的 六萬的官員 我們做了 現在利用這個 例如拉布戰 阿富汗、阿富汗、阿富汗、阿富汗 這個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做的 我們現在在找些資料 原來 在議會裡面睡 是的 所以我決定 在五月以後開始 我就在我的辦公室 那個梳化裡睡覺 戴皮 我就拿刷牙膏 就是這個毛巾 當然我們五樓可以洗澡 我在這裡就跟他持續鬥爭 我估計這個鬥爭至少一個禮拜 也都考一下那些泛民主派議員 我們在這裡呼籲 你不參加我們這個拉布 就是說你不走那個修訂案發言 就麻煩你離開 不要在這裡 是吧 因為我們隨時都會點人數 是吧 一不夠人就留會 是吧 留會又要下一次 OK 這個也是拉布戰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策略來的 我們打開口派的 沒有所謂的 你說了他就吃房子 然後他就吃日 就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聽我們說話 好開心 乖乖的 乖乖的坐在那裡 所以這個其實 也是一個事法來的 在香港議會歷史上 你是從未見過的 現在就在我大舊身上發生了 大舊就很努力 他就樣樣都要多 他就千幾條 我說幾百條 我大舊嘛 怎麼同呢 不過我幾百條 全部都能說話 普羅價值 全民政治 My Radio 2012 I… I… say… and… 城市再論壇 逢星期三晚10時 時間不變 繼續有我星市醫生 馬草黎 劉翁 還有火爆叮噹嚴達明 不遂師兄繼續發聲 他 prag 行 對手 我不是想讓別人 我不是想讓別人 他不是想讓別人 我不是想讓別人 我不是想讓別人 身體力衡隔空發功,黃毓民的騙道現在與你否認直戰 回來了,回來了,沒命運 原本有些事情要說,但我剛才會再提一次 不要說了 不是,我們要說別的事情,不是你剛才說的 那個錯字問題 首先我要立刻報道,要自我認錯 我有很多白字,翼文改過我一次 白字,我和大舊時的編過本書也很多,翼文方面也提回 但我要講的原因,其實我見到近年香港的白字很過分 泛濫 幾個例子我不斷去講,由於這個節目沒那麼多人聽 我用這個機會去講,啟示的字是有事沒有事的事 那就是一個notice 指示的事就是告示 如果是那個啟示,就是英文講的implication 兩個不同的意思,但現在你看到所有廣告出的啟示 都是這個指示的事 指示的事,是錯的 對,是錯的 但啟示,你對我有什麼啟示 是事的implication 就是,我要利用這些節目來講給大家聽 不是說我自己寫的 而是說這些字,根本教育制度是應該令學生自動 以後這個節目用一分鐘來講,每日一字 另一個是什麼呢?就是妄固的網字 妄固的網字不是亡女 因為那個意思不是這樣,意思是亂 如果用了一個妄固,就是亂地固 另一個好像是個綱固的意思 意思實際上是不固 不是亂地固的意思 這個字,我看到很多年的80後都錯的 錯的 這些不是很重要的事 如果社會整體是這樣,顯示我們的教育制度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這個就是跟現在大家的那個,譬如說 我使用文字的習慣,議員文字的習慣都有關 因為你現在譬如在Facebook也好 或者拿著手提電話,在寫東西也好 你隨便就可以了 你英文也是這樣,中文也是這樣 大家明白就可以了 他們的解釋就是大家明白就可以了 不是的,中文是造字陸書 象形,會議,轉字,假借 有陸書的 這個道理很簡單 你知道那個字的意思 原本的意思怎麼解釋呢 其實你就會判斷到這些字 哪些是錯、哪些是對的 那你不查那個字 人寫,你就寫很多時候 我們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我們教書人 和我在報館做編輯,做採訪主任 就是改別人的稿 所以我那時候對記者的要求很簡單 你不要寫錯字 你不要寫錯字 這個很難 很難 你拿著編稿 發現一個八字都沒有 真的很難 很難 你不要以為很容易 特別是中文 就不要說記者 待會大學教授也寫八字 我自己親眼見過 其中一個要提的是 慶智的字 慶智的字是沒有巧思編的 錯的 巧思編是錯的 我見過大學教授寫了 有幾個文章大家要看 陳文,中文解讀 還有古特明 古特明經常說 可以看看 古特明中英文都好 中文尤其是好 古特明是做過讀者文摘的編輯 很早期 那時候很難做的 不同近年 三十年前已經做讀者文摘的編輯 古特明 後來八十年代做明報總編輯 明報粵刊總編輯 我唯一在明報粵刊可以 奇奇登文章的時代 就是八九年 他做總編輯的時候 他不做總編輯之後 我一篇稿在明報粵刊都沒見過 我告訴你 我當時在明報粵刊寫了很多文 所以這些就是中文根底比較好 老實說文字語言文字 是一個表情達義的工具 你對文字不尊重 其實等於整個社會的道德標準下降 這是我個人看法 所以為何最近陳文對那個殘體字 這麼反感 即是你們叫殘體字都沒夠全 我當時有個中學老師教中文 他叫這些叫亡國滅種字 差不多 我當時的老師 還在的 陳岳生 他說這些叫亡國滅種字 殘體字已經很輕 我中文老師 我中學的中文老師 叫這些簡體字 叫亡國滅種字 漢字的簡化是有一段歷史的 還有他自己的邏輯 簡化得像今天共產黨 這些簡體字 就真的是亡國滅種的 我告訴你 不是開玩笑的 你看看他選得來 完全沒有道理 但是那時候 漢字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漢字呢 第一難寫 第二難讀 還有有幾多個 筆畫多 音多 有些是以形表義 有些是以音表義 什麼都有的 是形、音、異 漢字其實是 其實是很難學的 世界語文之中 最難學的一種文字就是漢字 就是漢語 我現在告訴大家 真的 你看他筆畫多少 所以一直都要求簡化 還有同音的字太多了 同音的字 同音不同意思的字太多 所以我那時候 在教書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叫廣播新聞寫作 還有廣播 就是教一些廣播 你讀新聞 看不到你的樣子 只是聽到你的聲音 那看不到那段文字 譬如你電視都可以有一個字幕 你看到他在讀那段文字 或者他講新聞可以有字幕 當然現在有些就沒有了 喂 你讀音和意思 有時候人們會引起一個奇異混淆 對不對 所以就一定要很清晰的 寫稿的時候 有些字 不會令到一個句子 你會混淆 因為它同音 你混淆了意思 不會的 第一要求這樣 那些稿多難寫 不是好像現在是球輪旗的 五家產滿口懶音 又可以做anchor 是不是 我我 包括這個十九特首 那個我字都不正 都是我的 你留意一下梁振英 我 那他是山東人 那也是 大哥 我我嗎 是不是 好我嗎 即是你做廣播 有些師傅那些 譬如鍾衛明那些 那些 那些 你看他的廣東話 是不是 怎麼會好像你 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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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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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和國不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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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是要求很嚴格的 但現在就是真的隨便 隨便 我要講的原因 不是說我自己寫的全部對 其實中學中文很難的 這是事實來的 我自己做編輯都錯過很多 還有video需要開個節目講這些 不是的 你即使王爺也懶飩很厲害 是吧 你的傷亡很大件 王爺也懶飩很厲害 林康正的懶飴就變了一種特色 他這首歌已經變成特色,你明白嗎? 他那時候已經變成gag了,你明白嗎? 變成他的style,就沒有改變 如果林康正講到自勝康如,就沒有人聽 他現在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他這樣,這種懶音,講話 不過聽好了,不要學,珍明,珍奇 其實由這一節一開始到伊甲一邊聽,一直在慘愧 不用慘愧的,我也經歷過這年代 譬如我剛才說這麼多,不代表我做了 我做編集都錯了很多字 我記得我十幾年前,那時候進立法會 沒多久,我在石梨村有個老人家 經常打電話來我辦事處 說你寫錯字 不是啊,在立法會發言的時候,有些人說得不好 那個老人家是眼瞞的 他經常在電台聽我們說 聽得不好,他經常打電話來我辦事處 就叫我和陳議員說哪幾個字 不是這樣讀 差不多一個月都有兩三次打電話來 我們經常都會有的 不過我們讀完之後自己知道 阿快說錯了 有些人說了都不知道自己錯了 還以為自己對 自己對嘛,你明白嗎? 在那裡拿命 我記得一個經典,有講到阿時間 就是以前,不記得哪個人 說推手可得 這個明報的記者很聰明 以為他講錯話,誰手可得 推手可得 但是沒辦法的 這些人很簡單 現在很方便 上網呢 上網也有很多錯的 那你找一些錯的 基本上你會上網就不會錯的 他有很多版本 所以那些字典 那些字典 那些文字不會錯的 你明白嗎? 我們以前讀書 那些老師說 你一定要有一本漢語字典 我們一定要有一本漢語字典 我們一定要有一本漢語字典 肯查字典 不是一般的那些常用字典 我們用漢語字典 還有詞典 那些用詞 我現在有些書 是夠得容容難難 我都不捨得 但是有些你查完 你都不知道跟他的音 讀你都不懂得跟 為什麼不懂 你不懂那些發音的 我們不懂那些發音 你不懂反切 你叫我查完字典 我都不懂跟著他讀 你開班 翻書仔就很難的了 比如大舊這些中學 大佬有姓氏提反 然後去了加拿大 加拿大還去一些武雷工 Viniped 那些地方讀中學 然後大學 然後碩士 這種就難怪的 但是在香港讀書的人 土生土長 不應該 外國的我爆錢 包括小孩子 RT 那我們要去班的,我們要學 上課課堂了 hebbenllyuur! 我都在香港 嗎? 不是,不用殘虧 剛才ANSIED 我給一些Q的號 Stone Code 你有個盲人 在最近發生一件事 我一個人煎熟人心 就是一個雙目申明的維權律師 智漢成為一個律師 因為維權的事件被捕或被軟禁 竟然可以在24月監控的情況下 走掉了 不知走掉,是由山東去北京 山東走到北京 很遠的水路 拍戲都寫不到這條橋段出來 還是他是視障人士 當然我相信沿途也有人幫他 沿途也有人幫他 對共產黨來說 面子很難掛得住 先有兩件的 一件黃立軍,一件陳光誠 黃立軍不一樣 黃立軍現在在他手裡 找他來捕薄熙來 但陳光誠是美國人 美國你看他有一個很清晰的標準 黃立軍馬上走 你就快點走了 你不要搞我了 但這個他會保護他 他計算的標準很簡單 你那些是權力鬥爭 或者是前權交易出現的問題 那我做甚麼要去幫你 但你這個是 大哥一個視障的維權律師 被你共產黨搞了這麼多年 他做甚麼呢 他維權而已 你陳光誠事件就顯示這個共產黨是多虛脅 這個共產黨這個政權 多沒有信心 對一個視障的維權律師 你都要這樣打壓他 還有很多年 胡佳我也很服他的 胡佳都被你困過 被你硬來的 但他簡直是很開心 說到光誠可以走得掉 所以這些人是很值得我們敬佩的 包括胡佳在內 還有四川的譚作人 這一班 劉曉波 甚至是劉曉波 我唯一覺得他太軟弱了 明白嗎 但都沒有所謂 他現在都是在監獄 一個諾貝爾和平獎 第一個中國人拿諾貝爾和平獎 現在就在中共的政治黑路裡面 這個不是他的不幸 是你共產黨的不堪 是嗎 你一個這樣的政權 你還有甚麼資格 說你自己代表人民 他信心虛脅到這個程度 他是一個猛的人來的 他做得甚麼 他真的做到事 哈哈 你以為他真的做到事 開槍打你嗎 所以 習談一下 帶動道德的批判 還有捍衛這個基本人權 不是他也不是 他那些是甚麼 生育權利的那些 是象徵的 不要去墮胎 貪污的東西 齊光誠這些 老實說 他這麼艱苦 一個視障人士 自學可以變成一個律師 他是要憑自己很大的努力 好了 他得到可以自學成為律師 他好地地給點心機去賺錢 就可能加肥屋潤 但是他選擇是維護正義 他選擇維護正義 下場是這樣的 但是他沒有放棄 是不是 他是沒有放棄過 陳光誠哪有放棄過 所以你在一種高壓統治下 一樣有這些人 還有你陳光誠那個逃走的故事 如果是真的話 有個珍珠 那個又被拘留拘控 令到更加多人支持維權人士抗爭 連鎖反應和引起群眾的情緒的響應 其實是星星之荒 我看得很感動 我看得很感動 我也是 你竟然是一個這麼強權高壓的國家 可能可以發生這樣的事 另外我想問一下 旭敏 陳光誠也要在視像跟溫總聊天 溫總是否真的有些號召力呢 有的 有的 就是 君子可以欺其方 這個是中國影帝 更何況 是吧 不過 現在要等十八大之後 十八大之後 你看看溫家寶說什麼 還有他那個 跟著的出處 是不是 那他可不可以做一個 就是 離開了政治崗位之後 去為這個中國的政治改革 去發光發熱 是不是 還有他夠不夠膽去跟那些 就是 以前趙紫陽那些派系那些人 大家 就是 有組織 來去 不要說對抗中央 是不是 提出這個改革 看他有沒有這種能力 沒有 那如果你又要爭取 在位的時候就爭取 就什麼等到 等到 在位有一個問題 就是整個政治局來講 就是大家的利益上面 互相勾住的 是不是 就是你薄熙來這件事 為什麼要這麼重手對薄熙來 就是因為 發現他已經威脅到其他人 是不是 就是大家覺得 如果不聯手 搞定這個薄熙來 喂 給他的話 就是反轉 就是你整個共產黨 就是 在政治局這個層面上面 四分五裂 是不是 就是你跟著鞏固了 這個十八大之後 很可能出現的情況就是 就是民間那個不滿 或者民間的抗爭的力量 會不會凝聚到 足夠的壓力 迫使共產黨內部發生改變 是不是 你跟著出來 跟著下來 那個的情況就是 就是 人民的力量的組織 或者全民的低聲 不是 有些人會比較悲觀 譬如好像中祖康 危康這些 他就會跟 譬如你剛才那種說法 是完全相反的 就是中國 越強大越富強 或者經濟發展 就是 越好 經濟成長越好 人民的生活改善越多 民主越沒有希望 就是 這個 他 譬如中祖康的看法 就是 認為中國人的寄陰 就是 他是這樣看的 就是我覺得最後 去到那個利益分配 就是當你的太子黨和在權那一班 就是控制的利益 越來越大的時候 當你 就是 新進的中產 或者 新出來的知識分子 當他們在整體的經濟利益 分 就是分莊的時候 分得不公平 令到他們 在生活上 是出現極大的壓力的時候 社會推動的改變的力量 很多時候在那裡來的 全世界你看到很多地方 像中東等等地方都是 很多都是知識分子 開始受到教育 教育完之後 出來過了一段時間 好像香港80後一樣 他覺得他那個職業方面 就是收入不理想 進升機會不好 給你這班皇親角色 操控這個經濟和政治 那個不滿的情緒 和的組合 就會逐漸擴大 中國是一樣的 希望是這樣 最近看了一篇文章 講到中國 這幾十年 人口分佈 年齡分佈 其實講到 因為一孩政策 可能二、三十年之後 其實中國 人口過六十歲以上 就會大幅增加 反而那些後生一輩 就很少 那時候可能二十年之後 其實人口的Structure 就會變得很厲害 熬不熬了二十年 很難說 你講共產黨 不用看那麼遠 不用看那麼遠 如果你從一個比較廣義的角度 來看 共產黨已經亡了 是不是 還有什麼共產 就是什麼共產 是不是亡了 熬蚊說這件事 是很對的 你看看這幾年 已經亡了 胡錦濤 他對中國的前景 他講過什麼 什麼都沒有說 什麼都沒有說 只是講和諧 你看不到這個人 他給了什麼 的vision 給中國人 整個國家怎麼搞下去 是不是 你以前在建國初期 還有一個vision 是啊 你不要管他 他真的有一個願景 對國家的前途 那你現在的願景在哪裡 經濟發展 不是 經濟發展你都不行 你現在好像這樣 你這樣搞下去 你猜你會怎樣 你看看許知遠一篇文 後極權主義時代 中國人就缺乏一個 他沒有以前那麼黑暗 但是他缺乏的就是精神的文明 他這個講法 我覺得是看得很深刻的 最近他來香港有一次 我跟他吃了一頓飯 他很喜歡看我的東西 他了解香港政治 從我那裡去了解 真的大鑊 現在他在大陸 哈哈哈 剛才 毓敏引述過幾位朋友的講法 其實是有些質疑的 就是因為第一 你的經濟發展 是不是可以每一年有這樣的速度走下去 第二 就算你有這個速度 社會財富的分配 可不可以好像現在 那個分配極不公平 而且這個不公平 繼續惡化下去 還有你有錢之後 人的精神的空虛 人的精神的支柱 從哪裡來 其實這個問題是越來越嚴重的 危空的金句就是這樣的 啊中國無人得救 中國人無人得救 中國人無人得救 無人得救 無人得救 這個就是危空的金句 哈哈哈 他經常強調 他說我們信耶穌 上帝都已經弄好了 他說這幫混蛋 在你惡到什麼時候 哈哈哈 他是這樣看的 你吹他不唱 他是很豁達的 是不是 他經常卡卡卡 看到那些人 嘩 為什麼何俊仁會這麼無恥 嘩 這個人真是無恥 他又說到慶高載 卡卡卡 真的無恥到極 啊 又說進入中聯辦 自己又進入中聯辦 又說進入中聯辦 又說進入中聯辦干預 你傻了 你今天才知道 他講的這些話 不知道是否要聽我節目 他好像沒什麼聽的 一模一樣 嘩 嘩 這樣還不算無恥 中國無人得救啊 這樣 何俊仁無人得救 中國無人得救 哈哈哈 然後他又說 嘩 嘩 你這樣搞 什麼人得救 哈哈 不過沒得救 都要搞 他給你一篇話說一下 很過癮 那天他領獎 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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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我偶爾跟他 說了電話最少半小時 那個人 人家在街上見到我兩個 說話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這個人傻了 你寫一篇話給你讀 好啊 這個 這個 很過癮 歷史時刻 沒理由 我過兩天 我就打電話給他 不是 我要拉布 開始進行這個鬥爭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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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 再不然就是教我綠子琴 啊 哈哈 要不就讀悲刀 全部都是危康 多厲害 你說這個人 嘩嘩嘩 嘩嘩嘩 接著說現在 我去走就不行 吃又不行 牙又不好 腳又軟 哈哈 這樣又 真是很豁達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 今晚去看 大家祝我們好運 萬成對萬聯 我都是買萬聯的 沒得談 快點早上 哈哈 OK 拜拜 我都不想撕溝 諾黑 是吧 就是爐梳 那些明珠 我全部都放在那裡 中夕 揀兩頁 讀兩頁 然後當然我不會少得 聖經 那就是 因為在外國歷史史 我又有一個人 在議會裡讀聖經 多了三天 是啊 當然 立法會主席 可能會制止我們的 說我們來看 你明白嗎 但是 我們都會 想辦法 想辦法 因為到時候 立法會主席 是三個人做的 嗯 因為一個曾育成就死了 所以 劉健健 為何今天這麼穩固呢 因為他也有份的 我們打拉貨 他三個人 他輪口的 一個內會主席 一個內會副主席 所以你說明我們大歉 他做內會主席 OK 隔天都有 就是幾分鐘而已 就是 曾育成去了吃飯 就劉健兒去柯尿 那 有個人支持 他就試過這樣 在劉健兒去柯尿的時候 他做過內會主席的 對嗎 那現在呢 這一次的收定 就是拉布戰 李華明 就可以做很久主席了 嗯 不過是門道正在抄襲 對嗎 還有要聽我們說 對 那我就不知道 我們兩個 埋了多久 難不埋得住 希望大家就祝福我們 現在我對著 就是我們自己拍的 希望我們的支持者 或者網友 大家幫我們打氣 現在呢 這次幾條修定案 入了之後 我們就會根據修定的內容 我們就 希望大家可以 做一些演說的素材給我們 是 那 那 那一條法例呢 5月2日就是完期二六的 那我們呢 就 在2月2日就開始打拉布 那現在呢 我今天跟李卓人說 我說這個六四動電 不用說了 可能真的留下六四先說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們打氣 幫我們祈禱 希望我們頂得住 但是他怕他自己會休克 還有什麼 你說 你說你怕你什麼 我神虧 我神虧 神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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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拥一拳一拳一拳就走 他們就不會說我們要玩東西的 所以今天會不會求我們 對我們的做法是覺得很恐怖的 說我們恐怖主義啊 說我們恐怖主義 教義會的 或者由他後講真是真厲害的 不過我想Malon是精神科醫生來的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就是不知道現在誰是梳達 OK 希望大家幫我們打氣 尤其是幫大哥打氣 因為大哥有勢 不是 神經病 好 Hello 不好意思 我們交點收聽看 Hello Hello 搞什麼事啊 親自家門的 真的嗎 擺一條先 擺一條先 我們擺一條先 擺一條擺一條 這是三二號 那些 這個二號的 這個九號的 這兩掌 你 summary 這樣 今天 再說四個星期吧 你們四個星期才行 三個星期怎行 我為你們再想 不要開這麼多晚的 這就無聊 好 明白 知道 多謝你 辛苦了 對不起 補回補回補回補 我們不便 那麼可以嗎 我們要下班的 我還買劑收工的